碎碎念 碎碎念 欢迎老王王振杰大哥 哎呀 来了来了 晚上睡不着觉的朋友来咯 豆子哥 是不用一开始就这样哭哭啼啼 不是啦 你知道今天我们能见到面真的是三生有幸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有那么严重吗 昨天我都觉得快要不行了 吓坏我了我 是真的好久都没有摇这么大力的 对呀 已经大概 因为921 我们这辈的人应该都还遇过921 921 对 921的记忆应该还在 那我觉得昨天早上的那一阵应该只比921弱一点点而已 有人是跟我讲说比921还大 那我只觉得比921还弱一点点 你知道921那一次啊 其实就在921发生大概前一个多月吧 你记不记得全台湾也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叫做729大停电 就在他一个月之前这样子 然后729大停电那一次几乎全台湾都没电对不对 只有隔了一个多月921来然后又是全台湾几乎都没电 又没电对所以说其实那那一两个月的记忆其实很深刻 吓坏了对那一次地震完以后你有没有有什么措施吗 比方说地震的那一下摇完以后就不敢回家去去搭帐篷睡觉 我不至于啦 不是因为现在多时你要躲到哪边去 也是啊被冷气砸到也是虽啊 你只能躲自己找坚固的地方稍微躲一下 稍微闭一下啊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开着我买的车 我就开着车在公园里面睡车上 你是真的被吓到 或是说真的 大概多久的时间 那一整个晚上就没睡啊 对啊就在那边公园里面 就是只有一个晚上就对了 刚好旁边有人 可以陪聊 对对对对 尬聊 好那当然其实这个天灾很难避啦 尤其台湾身处在这个地震带上 所以说大家平常还是要有一些防震防灾的观念 这个很重要 那我其实因为昨天老王就有跟我讲说 那个时候怎么办啊 我到底是该逃还是不该逃 我说当然找真过的地方躲啊 然后他说没有我在粪坑上 我是要逃还是不要逃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尴尬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主政那一次啊 我没有在粪坑上 但是余政不是昨天很多次吗 还有一波 对对对 我刚好在粪坑上 哎呦有有有有 我也在怀疑这件事情 我到底在那个时候我是该逃 还是不该逃 对啊后来想一想不逃了 因为房子都比外面坚固 好啦 此时此刻大家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真的假如旁边有朋友的话 给他一个拥抱吧 我们感觉劫后余生啊 我觉得最近劫后余生的事情有好多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天灾之后大家还活着 这是一种幸运 你吃东西如果不小心踩到雷 但是如果你还健在的话 那也是一种幸运 我这样说应该没错 我觉得讲一讲这个压力好大 我这样点题应该对的 有有点破了 点破了 破到什么程度呢 再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 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些 有关于吃的问题 对 您记不记得上个月的老王碎碎念的单元啊 我们才介绍了一个旅游景点 苏丹他红了 开玩笑 苏丹红了是食安的问题 对不对 但没有想到这个食安的问题 是一波接着一波来 对啊 但是这一次的 你会觉得你最近很忙 我还好还好 有很多人都在问你相关的问题 是 你此时此刻就会变成大家心目中神 没有没有没有 哦神 不是神的问题 神经病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我发现大家在呃 保龄事件这件事情上面 有好多观点 但是老王的观点可能又跟大家不太一样 所以等会讲 有些地方大家听起来刺耳 嗯嗯嗯 那还是稍微把耳朵上面顺一顺 呃这是不一样的观点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老王到底该说是什么 哈哈哈哈 但着实在前几天对不对啊 你在你自己的Facebook上面是 其实是有提出一些你的见解的 对我的思维是这样哦 大家知道餐饮业哦 一年大概有多少的营业额吗 嗯嗯 一年大概有一兆多的营业额在餐饮业 嗯嗯 那里面有5%叫做营业税 哦好好 所以政府在营业税收上面 在餐饮业大概拿了500亿种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500亿在政府手上 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做一点事情 那为什么一开始破提破这个 就是先让大家知道 其实餐饮业是很辛苦在努力工作着的 嗯嗯嗯 然后再来后你会发现这一次事件发生以后 政府是在几天以后才确定呢 是哪一个东西造成的 差不多一个礼拜对不对 对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 那也就是说政府手上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 专业人士甚至财务结构都相对于一个个体户 嗯嗯 来的优势很多 嗯嗯 他也要等个快一个礼拜才知道是米酵菌酸 哦对对对 造成的对 那我请问一下哦 这个师傅哦 他有可能在短短的7分钟之内 用他目视的方式就可以预知会有这个问题 而可以避防吗 就有7分钟 没有而且重点是大家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米酵菌酸 对真的没遇到过 那是什么东西谁知道会这么的毒 好啊重点来了哦 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不是在替餐饮业辩解什么事情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他买的东西都是合法取得 嗯嗯 OK 然后他买的调味 他也是合法取得 都是合法的东西 然后他也煮熟了 嗯嗯嗯 他也放冰箱了 嗯嗯 然后他也洗干净青菜了 嗯嗯嗯嗯 然后突然间发生事情以后 大家全部的手指头都都骂他都骂他 嗯嗯嗯嗯 你不觉得他很很很委屈吗 就是变成重死之地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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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五预思 Поэтому 他有一个公权力去指责一个 一个一个单一的厂商 嗯嗯嗯 而这个厂商相对于其他 我打个比方哦 你去看他的厨房都还是不锈钢的 嗯嗯嗯 他的环境并没有 他又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里面 对对 说第一个是无火 第二个就全部都是像你说的那种营业器具 对 都是不锈钢为主的 假如大家觉得 他那个餐厅还不行的话 你去看看路边摊 小吃夜市 那问题不是更大 结果大家把这个餐厅 讲的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我觉得假如是下毒 这是另外一个一件事的 假如是他是操作过程里面 都是购买正当的东西 然后也洗干净青菜了 都该洗了该洗了 然后呢 老王说这件事情的前提 就是之前他们该做的事情 都有做好 该处理的都有处理好 就是任何一个厨师 都做了标准的动作 然后你要求他的眼睛 如陆木金刚一样 他可以看得到细菌 他可以看到心肌分解后的代谢物 那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是个厨师 不好意思 那是眼睛不是显微镜 那是肉眼俗称的肉眼 所以我会觉得 假设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全台湾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做中华民国的政府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他的一年的税收 净收入是两兆多 假如我们把他当总公司的话 不管我们的国人 或是在这个公司底下 开的分公司 或是个体户 国际上都是他的分公司 跟雇员 那假如这些分公司 跟雇员发生了一些 不可抗的事情 那总公司应该承担 所有的责任嘛 所以应该由政府来出面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不是一直把那个店家 讲得十二不赦一样 我觉得任何一个从事 餐饮业的人 假设知道这个东西有毒 他绝对不会卖给客人 他绝对不会故意 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所有的行为模式 都是建构在 他以往的行为模式 并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大家会这么急 或是这么急于就责 或是推责 这件事情是主要是因为有人出 就是有出人命了 是的 大家神经才会突然绷起来 要不然之前谁会 你知道有多 每天都有多少的 食物中毒的事件 当然 但只是 有的时候 当然或许有些听众朋友 会觉得 又不是老王你老爸 吃了怎样怎样 当然你会觉得事不关己 但是我设身处地去想 任何一个店家 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你就算你很厉害 你很怎样 还不是一样会碰到这一个 细菌的攻击事件 那细菌你假如可以预防的话 谁告诉我细菌可以预防 我就跟他签百年合同 或是该怎么预防 对不对 我跟你买川栗之类的 对啊 你看你去想看看 连无城市的工程师 他都会生病 那你告诉我怎么必 对啊 很难啊 这件事情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出来 承担所有最终的责任 然后把这件事情写成一个 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预防的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这种预防的可能性几乎不高 因为你花这件事情 假如你说大家真的要吃得非常非常的安全 你知道一个厨师端上这一盘菜的时候 他要经过多少大的检验 他要花多少成本在检验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一个炒面可能要卖你八万 然后这时候你又买不了 那整个市场经济又崩解掉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政府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学习啦 其实我觉得包括了 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或是我相信这一次的事情 老百姓也好 餐饮业者也好 我们都在学习嘛 对比方说你吃到的味道 你觉得怪怪不要硬吞 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有益 而且就是外食不要硬来 对因为你有发现 有一些患者 对对被波及到的朋友 他说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就把它吐掉 那就应该立即停止 像我自己有一次去一个五星的餐厅 然后他有一个粥拿来的时候 我尝了一口酸掉 我就跑去跟他行政主厨 想说你这个粥酸掉 他就自己尝了一下 立刻就整锅就到掉 所以但是假设 没有这个多事的消费者 去跟这个主厨说有这件事的话 可能后面有很多人拉肚子 对对对对 同一个东西 或许你吃的不会拉肚子 不代表别人不会拉肚子 是所以我会建议 不管是消费者 在你食用的时候 你发现味道不对的时候 不要去觉得好像 不敢去跟主厨讲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主厨 他在标准流程下 难免会有一些散失 因为他觉得昨天做这样没有问题 今天做这样应该也没有问题 结果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个味觉是第一个会彰显的 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主动的跟主厨反映这个事项 我想这些主厨都会觉得 我疏失了 那我另外再重做 但是假设真的是很危急的那一种 他要面对的法律问题是不可逃避的 对比方说该冷藏没冷藏 对对对 对对 有老鼠那边跑来跑去 你看到那边都有一些老鼠 那你还不出名环境的 那环境张成那样 就真的没办法这么说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学习这件事情 那就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提高警觉 就是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提高警觉这件事情 那感觉起来压力好像很大 可是那是为我们的身体好 对不对 这是老王今天提出了一点 有关于最近这个时事不一样的观点 那以上言论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看看 好不好 我没有说不代表什么例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看看 是是是 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听起来不是很顺 但是大家稍微包容一下 对就大家都在学习 然后还有还有还有一点更好笑 那大家去检讨说 他买那个版条的时候 那个刮条的时候 对对对 他说用摩洛车去载 对这个也有人在骂 那我就想到 有多少人用摩托车去载货 对我们自己去菜市场买东西 不是也是自动摩托车 然后这件事情你把它扩大成 他这个是无良商家什么什么 我想说你自己也不是也做这个事吗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种莫名其妙的攻击 而且还是名嘴在说这个 骂的噼里啪了 我想好该骂的地方可以骂 但是你去想看看 你自己吃饭的环境 有比他干净吗 所以你说嘛 这些名嘴上节目讲话 是不是要负点责任呢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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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再过来呢 有一件事情 也是老王在最近观察到 也是感慨满身的事情 对啊我记得 我第一次跟这个品牌交手的时候 我是花了两千四百九十九块 小米手机 OK 对啊他最近搞了一件事情 哦从两千四百九十九块 对他坐了一台车 可以卖到两二十一万多 哦哦哦 甚至最高贵的可以卖到二十九万九 是是是是 我觉得哎 这种膨胀一百二十倍的商品的品牌 嗯好厉害哦 从手机做到汽车 就通包就对了 哦然后他那个名字叫SU7你知道吗 人家说哎 SU7SU7 没有我是说 SUKA27的改良款 叫做SUKA7 是这样解释的吗 当然不是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SUKA战斗机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那时候感觉很厉害 有没有 就是俄罗斯SU2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 哎最近大家对汽车 有多一些的了解 但是经过这个冲击以后 我发现台湾人好可怜哦 啊怎么说 都是花比较贵的钱 买到普通的车 有吗 台湾不是也是进口蛮多 对 优质的车主 对你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啊怎么了 一百万的东西 卖你两百万 你生不生气 有到价差这么多吗 哦来来来 这时候大家拿出计算机了 老王的节目 大家都要心心脑 手机拿起来 计算机拿起来 请拿 来有一个叫做汽车领主件的关税 17.5%放在那边 哦哦哦哦哦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货物税的 25%到30% 哦哦 还有一个叫做营业税的 营业税 对我们不是买卖都有个营业税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大家用数学方 用计算机稍微按一下 1乘以1.175 再乘以1.3 再乘以1.05 得到1.6 也就是每一百万 他要多收六十万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买了一台一百万的车子 我就必须要多付 六十万给政府 所以家总起来 你买到这台车 基本盘一百六十万 还没有包括贸易商的利润 啊对哦 贸易商的利润拿个15到20% 刚好两百万 一倍 啊真是的 当然人家会说 我们不要这样 就你以为 你车商给你多少优惠啊 然后给你多少的什么 无的无的东西的折扣 然后给你多少赠品 就觉得很赚 没有啊 政府赚最多哦 对 大家都在骂车商 骂贸易商 骂代理商 都没想到该骂的那个拿了60% 也不要说政府 我们不要总是这样针对政府 我们要讲的是 因为税收呢 是政府很重要的财政来源 对很重要 没有这些东西 怎么做公共建设 也是也是也是 但是他假设用保护主义 在说这件事的话 那就是图利特定产业的财团哦 我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东西 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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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我们宠了一家品牌商 在台湾深耕很久 然后你发现他世界没有卖出一台车 对 那是吧 他们最近在奋发图强了 对啊 但是有时候想一想哦 因为就是这个苏七 太太引人注目了 大家都想让他进来 后来才发现 啊原来他那边卖人民币 二十九万九 可能到台湾要卖到人民币 快要到三六十万的时候 就觉得哇靠 这个关税真的厉害 你就知道今天老王帮你这样子 精打细算 然后层层分析之后 大家就知道 这些钱为什么会多这么多 对 不要再去骂车商了 真正要检讨的是政府 在税率上面用保护主义 来说这件事情 不要这样 那是政府重要的税收 他说自由贸易 对不对 我们自由贸易 就应该让国人 享受到世界等级的 品质的商品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政府是不是也有他 难为之处 但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来 假如愿意把找老王 当行政院长 或是财政部长 你相信我 我会让税收非常的公平 你要出来竞选的是不是 我没有 讲这样的 我没有要选 但是去思考一件事情 全台湾近700万户家庭 竟然只有150万户在交税 他的税率超过6% 你就知道台湾税 有多少的漏洞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天烧脑的烧脑 伤心的伤心 难过的难过 但是晚上还是要赶快睡哦 今天这一局结尾太难做了 我送课好 谢谢老王 谢谢 谢谢晚上睡不着 叫我的听众朋友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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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